我提到這種事 沒有什麼好評告 有一點敏感 然後有一點點小小的複雜 但是跟法律是沒有關係的啦 我其實有一點同情對方 那之後有可能有任何 就過門場觀啊 或者是什麼什麼 我覺得我應該放一大一點的招牌 以後你停進來的話 我順便就幫你改一下吧 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後續會去討論一下 因為我們透過警察 還有對方家人知道一些訊息 那我覺得我現在還不方便說太多 因為我沒有完全去了解這件事情 但是我們是有請警察 把車子跟我們的人也有進入下來 去先移到外面 一開始認為是有一些 安全的顧慮 所以我才發我的發文 我沒有要去惡意的去 傷害到任何人 我只是覺得 我還是必須要保護團隊 保護員工 保護我自己 保護家人 最後是有跟警方碰面 不是我本人 那是公司的人 那我現在還在了解一些狀況 有點敏感 然後有一點點小小的複雜 但是跟法律是沒有關係的啦 我其實有一點同情對方 然後我現在想要用最好的方式 可以去面對的話 後續再說吧 不會提高的嗎 沒有什麼好提高的 對 所以可能是對方的身份 跟身份沒有 不能說是 其實有對方的精神嗎 這個我就不多說了 對啊 我要去保護他們的家人 那之後有可能有任何 就過門常觀啊 或者是有沒有什麼 我覺得我應該放大一點的招牌 對對對 以後你停進來的話 我隨便就幫你改一下吧 改一下 哈哈哈哈 對不對 啊 那你擺有任何 好 你擺有任何